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高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澜君 邀请您公美一起来关心大高雄的公共话题 高雄港部旅运中心即将在年底完工了 将要引领高雄发展邮轮母港观光 迈入新的纪元 看好国际邮轮的商机一年有高达1340多亿美金 这样子的一个大饼 全球的业者可以说是纷纷的布局 而台湾的高雄又该做好哪些的准备 才能靠邮轮发大财呢 今天在节目当中就邀请您跟着我们一起来关心了 继续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从我右手边第一位开始介绍 我们首先欢迎的是 高雄港务分公司暂负事业处经理林新伟 经理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经理继续欢迎的是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密薛博元 主密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主密继续欢迎的是 高雄市议员邱于轩 于轩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轩 欢迎议员继续欢迎的是 高雄市议员郭建盟建盟兄您好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欢迎议员继续欢迎的是高雄市政府观光局行销科长 孙村凉春凉您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国人旅游目前可能还都是以搭飞机为主 但是您知道吗 其实在航海靠邮轮观光现在也越来越受到欢迎了 尤其是在高雄 现在据说就会有新的世界梦号亚洲顶级的邮轮 要来弯靠我们的高雄港 要带来游客 同时也要把一些游客带到世界去玩 所以有哪一些的商机可以来发展 请带您来关心这项讯息 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 台湾港部公司总经理郭天桂 云顶邮轮集团总裁朱福明及贵宾 共同转动船舵 象征亚洲最大的顶级邮轮世界梦号 即将满载游客停泊高雄港 并且带来可观的观光彩 我们以全新最大最豪华的游轮 旗舰游轮世界梦号返回高雄港 与各界齐心为高雄游轮产业所努力 我竟代表云顶邮轮集团宣布 加开7月1号高雄出发航次 即使促使高雄成为世界梦号 来台首站 让以高雄及南台湾旅客 得到以想先体验豪华游轮的魅力与风采 云顶邮轮集团看好高雄港游轮发展潜力 所辖世界梦号不但预计 8月26号抵达高雄港 还加码7月1号的航次 副市长叶匡时除了感谢云顶邮轮集团力挺 也对高雄发展游轮观光信心十足 韩市长上来以后非常强调南南合作 这南南合作重要的就是让高雄市 跟香港 澳门 深圳 珠海 东南亚一些城市 有更多的交往 更多的交流 事实上这个世界梦号 今天就具体地落实了南南合作的方向 我们期待像这样的游轮的行程 未来能够更多 然后让我们的南南合作 能够持续地更深化地发展 对我们高雄的经济 文化 还有各方面的交流 都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记者会上台湾港务公司也带来好消息 也就是旅运通关中心即将启用 届时可以同时停靠多艘大型邮轮 并且提供优质服务 新梦游轮世界梦号高雄港首行记者会贵客云集 许多旅行业者也共襄盛举 纷纷看好高雄游轮的旅游市场 无疑将大为提振高雄的观光及经济 好 纷纷看好高雄的游轮旅游市场 是看好我们的人会出去 还是看好把人带进来呢 商机在哪里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波斯抽姐一起来看一看 是不是我就先请教我们节目的来宾 您怎么样去看这样子的商机 然后高雄是否可以去抢到 这样子的一个大饼呢 我先请教经理 我先分享一下 以世界梦这次的部分来讲 大概可以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香港客 会从香港搭船来到高雄 经过四天三夜在地的一个游程 第二段是台湾的旅客 会搭着这艘船去到日本 纳巴石原岛 完四天三夜之后回到高雄 然后最后香港旅客再搭着圆船回到香港 所以这个行事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 它同时满足了挂靠跟母港两个条件 挂靠的部分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它是属于说让外籍旅客来到台湾做观光 所以这边相关的旅游观光产业 含旅行社、导游领队、交通运输业 甚至说假设我们去美农玩 美农当地的商家 在地的服务提供者都可以受益 回头来看母港的部分 世界梦来到这边做母港 或者是工作人来到基隆做母港 长期来讲它就会有产业的后勤的机会 产业后勤的机会呢 以高雄来讲 它本来就是农与制造业起家 有它坚实的实力 第二个部分呢 在货运来讲 它有国际的主要航线 然后呢 在包括造船的技术 包括我们有游艇的部分 有台船的部分 这边都很精良的技术 其实有机会可以来争取修造船 最后其实在2月份 我们高三大 高雄的海大 还有基隆的海大 其实有做一个合作 那未来也准备创办一个 邮轮研究中心 都是有未来的商机科研 好 谢谢经理一开始帮我们做的一个分享 也让我们初步对于 发展这个邮轮产业 从观光跟这个产业面向来看的话 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发展的面向 可以值得大家继续来做后续的关心 好 那我要继续请教我们的议员的这个部分 所以您刚这样子看我们的这则讯息 以及听我们经理初步的一个分析之后 会认为高雄在这一方面 是不是可以抢到大饼做好了哪些准备了吗 其实我是这样看 我觉得邮轮它来的确可以把人带进来 所以要抢钱一定是要把人带进来 但既然刚才我们经理有讲 四天三夜的行程你要怎么安排 比如说就是这边就牵扯到我们观光局的专业 观光的配套 比如说高雄目前最红的就是我们的爱河 爱河沿线我们可以晚上散步 然后白天我们可以有国宾饭店 然后沿城区的可以去逛逛 这个是在市区的部分 那至于在县区 像我的选区在县区嘛 那像刚才我看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影片呢 里面有讲到说 其实他希望男男合作 那其实就是深圳珠海 那个就是原本目前大陆最夯的大湾区 那在这些大湾区的民众 目前对高雄最大的印象 基本上就是韩国瑜市长 所以我的选区刚好又是在韩市长的户籍地 所以呢也许他们可以透过捷运来到林园 因为捷运只能坐到大辽 所以这时候交通的配套其实非常的重要 然后到时候你到了林园 我们林园有林园老街 然后还有国境之南树 所以其实交通那个光局非常的用心 在林园开辟很多的景点 那是以前的市府没有做的 所以这样陆续可以知道说 高雄目前的确很多的景点 但是你要怎么把它串接的起来 让这些游客在四天三夜中 无论是如果他本身有游览车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目前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他们倾向自由行 自己去体验在地人的生活 逛逛在地的市场 搭搭高雄捷运 甚至高雄的轻轨 所以怎么样让他整体的高雄的观光路网 把它做起来 那观光路网有分两种 一种是一般人的观光路网 另外一种是目前我一直在推的是 无障碍的观光路网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路网 把高雄的观光集点 无论是市区县区的去把它串起来 我认为对这些游客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旦你这些后续的配套做出来的话 我认为他们会留下来消费 高雄在本来说是方便的 是好玩的 是多元的 我们有客家的文化 我们有原乡的文化 我们有都市 但是我们也有乡村 所以高雄都本来说会是一个 好像进到一个那个 就是七彩缤纷的世界一样 跟他们原本去的 比如说香港的游客 他们来高雄 他们一定会很想去看 比如说美农 去看农业 因为香港本身没有农业嘛 所以这样子文化的差异 对他们来讲 高雄就会带给他们新奇之旅 他们当然会留下来 所以我认为就是要 跨局处的很努力的 去把高雄观光路 建设下来 观光客进来 方便 他们一定会留下来 高雄就有机会 朝我们游轮的 很大的市场去发挥 是所以听起来 议员是对我们高雄 发展这个游轮观光的部分 深具信心 尤其我们是可以靠着 特殊的族群特色 还有观光的景点 来吸引我们的游客的青睐 好 那建盟修明怎么看呢 基本上明年我们的旅游大楼就要完工 我们为了发展游轮产业 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很遗憾 很遗憾 在今年我们的游轮到港数 是历年最低 大概近五年来最低 前年是40艘游轮要到高雄来 在106年的时候 去年还有 去年就马上掉到剩下27艘 那今年也大概剩下26艘 当然我们期待游轮能把 所有的旅客载进来 大准在港 回来高雄消费 但是为什么游轮 我们产业准备了那么久 我们游轮数到高雄的数量 却越来越少 从106年有37,000个国际观光客 一直到去年只剩下8900位 这个对减的非常惊人 足足下降了76% 那这个可能要让大家好好省事一下 高雄为什么准备这么久 而且每年45年的旅运大楼就要营运 我们知道这个屏东机场都被骂说 这个营运的状况不佳 屏东的机场在关闭之前 一年都还有244班航次 一年 如果从一年只剩下27艘 今年剩下26艘 大概高雄的旅运大楼 假设是明年还是这个数字的话 平均两个礼拜 才可以等到一台大准在港 所以大准在港 有时候还不是靠挂轮 是可能是母港轮 要把高雄的旅客载出去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 旅运大楼就要完工 国庸我们投资这么多 中央投资这么多 国庸也期待这么久 要让高雄有新的产业发展 问题是为什么 我们准备那久 我们的产业环境没有跟着起来 邮轮偏偏 这个基隆 基隆现在显著是 一年有400台邮轮停靠 我们只有26台 这个比例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只在这边划修 我们必须要针对问题的贞结 搬雇用赞美 不管是观光局 海洋局 还有我们的港务公司 甚至是交通部 我们都要共同努力 否则投资45亿在雇用 万一将来营运的绩效不好 我认为这个不是高雄之府 也不是台湾之府 那细节的问题我们后面继续再来 好我们等一下进一步深来了解一下 所以听到这个议员提出来 这样的数字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警惕 怎么这个邮轮数量会 弯靠的部分越来越少 游客的部分也是大量的递减 可是在整一个台湾的 这个邮轮的旅客 我们看到的数字是增加的 那高雄会不会被边缘化 我们要赶快集起直追 那首先我就要先请教我们瞩密了 您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会不会还是有一点担忧 因为刚刚我们在新闻上面看起来是觉得蛮振奋的 可是有议员这样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又不禁让我们感觉到忧心了起来 赶快帮我们信心喊话一下 好谢谢主持人 我想高雄发展邮轮从2010年开始 市政府这边就各局处 包括我们港工公司这边 大家都互相的来合作 一起去做这个所谓的航商的一个招商工作 我们希望说国际的航商可以来就高雄的部分 去做一个国际的航线 甚至是做一个把高雄列为国际的航点 那么刚刚大家所讨论到的 其实我们整个全球的一个邮轮市场 它是在移动的 从加勒比海地中海这边 大概都往亚洲这边来移动 那亚洲近几年来都是每一年以两位数的一个成长比例在成长 所以我们在2018年我们发现台湾游轮旅客已经突破120万 那这120万其实大部分是集中在我们的一个基隆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呢 那因为国人非常喜欢到东北亚去 所以从基隆出发跟从高雄出发去城跟返城高雄都要多一天 那么以高雄跟我们国人的一个邮轮旅游习惯的话 大概是五天四夜或者是说六天五夜 是比较适合的一个日期 如果说我们在高雄去城跟返城要多一天的话 可能我们在邮轮上面要规划到六天七天甚至到八天 这个在商品的一个贩卖上 其实它并不是有利的 那所以高雄除了说必须要去对我们这一个东北亚 像石原岛冲绳岛可能还比较近一点 我们应该要想方设法往南部的地方去走 比如香港我们香港大概480海里左右 那我们到马尼拉或者是到越南的夏龙湾 这个南向的一个区域 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去推动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就可以去呼应国内基隆高雄双母港的一个政策 一起把这一个邮轮的市长给带起来 那另外刚刚大家有提到 这一个新梦邮轮的一个世界梦号 其实它是具有指标性意义的 这次进来两个行次 那我们怎么利用这两个行次 让来参与这个邮轮旅程的旅客 不管是英镑或者是凹棒的这一些客人 都能了解到邮轮它是一个非常好玩的 而且高雄是一个非常具吸引力的一个观光景点 这个就必须要靠市府 还有我们港湖公司这边的一个互相合作 那我们目前针对这个深度旅游的部分 我们也在推渔村的旅游 那邱宇园这边其实他也在林园这边 我们也有在做一些规划 包括永安 林园 迷陀 子官的这一些渔村 还有我们一些农村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国外 欧美以及港澳的一个旅客 他们对这样子的一个旅程 他们是有兴趣的 那刚刚大家也有提到 有一些观光旅游资源如何去把它串联起来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目前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那另外高雄其实他有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去推动我们的游轮产业 包括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高雄港 我们有空港 所以我们可以去经营Fly Cruise 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天候条件 另外在我们周围 可以在24小时以内航程到达的区域 包括香港 厦门 广州 甚至到石原岛 还有到我们南边的一个 菲律宾的一个马尼娜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规划的一个区域 因此游轮的一个行业 游轮的一个产业 其实它不是竞争 而是区域的合作 如果我们可以跟东北亚 跟东南亚 跟大陆地区的一些游轮的一个城市来合作的话 我相信这可以使我们全球的一个航商 他们对于我们高雄 他们会投影非常兴趣的一个眼光 甚至有更多的航商 愿意把船开到高雄来 是 所以听起来 竹蜜也告诉我们 就是呼应刚副市长讲的 我们南南合作 可能东北亚的部分 我们在先天的条件之上 因为可能会比多出一天的行程 可能在竞争力上 可能不是那么的强 但是如果从走南南合作的模式 我们可能就会有相关的 这个发展的这个竞争力 那提到这个观光游城的部分 当然免不了就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存粮科长 我们要如何展现我们的一个观光行销魅力 把客人留下来 因为这毕竟是让人家留下第一美好的印象 下次还会再回流 好 我想刚刚听完大家的讲 说明大概会知道说 为什么高雄虽然很吉利 在推广我们的一个游轮母港 或是挂靠的这样的一个游轮的产业 可是这几年大概 我们看是每况愈下 就是游轮进来的不是那么的理想 那不过我觉得 就刚刚主秘讲的 就是我们应该是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要从养客开始 而不是一开始说 你旅运大楼盖好之后 就会马上就有大批的这种游轮客人要进来 我想港务公司跟海洋局市府 应该都是有这样一致的观念 养客 就是你要让这些游轮商 旅行社对于高雄有信心 那人家才会进来 所以我也不觉得说 像今年年底完工之后 就会有很多游轮进来 我倒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毕竟这游轮这种东西 它不是说你要去那个游轮商或旅行社 说要来以高雄来高雄 它还是要经过一个贩售的过程 产品的包装 那产品包装大概都是要半年以上 剩获十个月 先去做一个产品的包装 那高雄市政府团队大概对于游轮这个东西 都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以及原商 包括交通或是下轮旅客的快速通关 兑换钱币 甚至做导览解说等等 那像交通局他们就把观望计程车 或是巴士就拉到现场去接这些 不是团客的游轮游客 那观望局就把这个 我们发行的DM跟这个FlyCourse的手册 就是一下船之后 我们现在是麻烦那个海洋局 他们都有就是 现在是临时的柜台 就是有游轮进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观望局所制作的这些DM 就是一般GuaCourse大概都是 下船之后大概6到8个小时 他们会在市区做一个逛 去Shopping或是去参访 那如果是FlyCourse的部分 我们大概就是锁定 就是西方跟日本的客人 他们过来之后 大概就会停留2到3天 再搭我们渡轮到下一个城市去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行程规划 那刚刚邱一元有提到 就是说你下到游轮之后 你怎么规划这些游城 那我们就已经有把我们的历史文化 美食 休闲体验 甚至这个购物 全部都是在这本手册里面做一个推荐 那当然因为高雄包括原县区的部分都很大 所以我们最远还有规划到美龙骑山区 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多认识一下高雄 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这些游轮游客下来之后会对于高雄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希望以后还有重游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们也 我们在前年也委托文早大学来帮我们做一个田野调查 就帮我们做一些研究报告 大概我们会得出一些这些游客 他们比较喜好的哪些景点 或是哪一类型的景点 所以出来了吗 有有有这些资料都是 所以才有这一本手册 这个就是智慧结晶 对就是把这些 就是收集过来资料我们做分析之后 再把这样的一个手册 还有DM也弄出来 就是for这个挂靠的 还有forFly Cruise的都有 那因为我这边要提一个问题 事实上刚刚竹蜜有提到 那个高雄在地理条件上 确实是远不如基隆 因为国人的喜好程度就是往东北亚走 就是日韩 那往东南亚 因为东南亚要经过这个海域 比要往东北亚要远很多 然后它经过的这些海流 也没有那么平顺 所以我们知道说 大家要坐邮轮往南的机会 真的是远离 对真的是很低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就是以香港 还有对岸就是大陆的一些城市 来做一个宣传 那东北亚也是嘛 像这一次世界梦号来 你知道就奥棒的部分就很快就销售了 两千多席次一想 几乎就秒杀 所以说东北亚是有机会的 那所以未来我们可能会在对岸 香港比较近 像这一次市长带队出去到港澳 还有厦门 他们到厦门之后 那边已经有很好的回应 已经有三艘 在5月9号到12号就要进来了 就要大概8000人进来 就是要响应高雄在发展游轮观光这一块 8000人就要进来 我今天 8000人 这个数字要赶快算一下承载力 要赶快做好准备 8000人 人次还原数 人次 那就要除以二楼 对不起 议员 8000人 8000人要分3T进来 分3T 分3T进来 因为今天跟他们有见面 是 应该天津应该有这个计划 因为之前就是我们也是有去跟对岸的交流 然后天津那边目前应该是也有兴趣 要来就是安排游轮来高雄港 有 对 所以其实目前 我刚才一直就是议员在跟我讲这个数字 因为我也一直在想说 奇怪我们高雄那么漂亮那么美 为什么我们的观光做不起来 那我觉得刚才孙科长还有突破盲点 其实是韵亮的培养 长期下来为什么人家不愿意来高雄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看到了高雄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去思考的 所以过去就过去 但是现在我们要怎么让高雄变成一个东方的明珠 是我们现在要去努力的 所以过去也许我们没有好好的培养韵量 也许我们的城市行销 因为其实该讲的都是城市行销的概念 我们在整个东南亚市场 不论是东南亚东北亚 就是整个亚洲市场 大家跟国际市场已经是并驾齐驱在比赛的 像我们高雄跟福山 我们曾经我们地理条件这么的类似 我们曾经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架构我们的产业结构 我们的产业结构这么的类似 我们的人也没有比他们丑啊 我们人也比较漂亮 甚至我们消费的水准 我们跟福山其实也差不多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倒客量 我们的来客数 为什么不来呢 对会差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要去思考的 好那就是努力提起直追 让高雄变成未来大家都想来一个城市 我觉得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好那我们听听看 还有一个来宾 是我们经理听了这么多 是不是赶快来回应一下 首先 我先更新一下数字 给两位议员跟主秘科长参考 这个去年的数字 我们总人次大概是 人次的部分56.5万 今年我们是74.9万 所以其实是上升的 今年74.9万 我跟您报告一下 74.9万 不好意思 7.49万 不好意思 然后那个 航次的部分 我们是属于持平的 然后里面有两个 而且7.49万 可能不是国际航班 不是 刮刮渡轮 是 没有没有 这是含存邮轮的 是含 是含 就是只有存邮轮的部分 那稍微说明一下 里面成长比较多的 其实是挂靠 就是我们现阶段所希望 先带来外籍的旅客 带游客进来能够下船玩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数字就是 我们去年的首行只有两个行次 今年总共有九个行次 就是我们其实一直 我们公司一直在国际的论坛中做一些行销 然后刚提到世界梦的部分 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它的部分 有一个很特殊的点 它在第一个行次 12天就完售 那这样一个磨岗的做法 能够这么快完售 其实过去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必须说 比较像是 这个产品有打到市场 那一样 国际的挂靠岗来到这边 也代表其实高雄的知名度 有开始在国际间生扬 那这部分我们要去把握之说 接下来就是它的品质 能不能促成回头客这一段 我先在他们分享 好 谢谢经理 建盟 刚刚我今天查港务公司的数据 网站的数据 106年 我们的本国旅客的进出人数 是7万9千748 国际旅客大概3万7千人 人次 这个可能要出以2才会真正的人数 因为进出算2个人 一个人进出这样子算2个人 那另外高雄在去年的时候 是调到剩下4万7 国际旅客只有大概8千9百人 这个数字是港务公司的数字 那我反而是 这个大家是要一起努力 我没有责备谁 但我认为说 今天坐在这里喊要养客 会太慢了 旅运大楼 对高雅哪里开始整个月呢 这个港务公司最清楚了 整整盖了10年 我们现在才要喊养客 真的慢了一点 真的慢一点 我这个议员 针对邮轮产业执行 就执行了3年 执行了3年 所以已经慢了 我们不能再慢 这养客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我不用去分什么议会 或者是行政单位 但是太慢了 而且高雄这时候不能去说我们北部烈势 那是我们的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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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应该是我们的优势了 结果我们在107年 菲律宾106年的时候 菲律宾的来高雄的旅客数是15786人 到107年调到剩下多少 我们的优势 他来高雄比较近 他去基隆比较远 调到剩下1362人 从1万多人调到1千多人 从1万5千人不到十分之一 那有去了解一下试调 我心里很难过的就是 当这些船 我们当然可以说你准备要带来 当然人家就没来 但是这些船不来的时候 我们做了些什么 我们做了些什么 这是我们怎么去讨论的 不然一个45号要去好 我们现在还在画 我们现在要养课 这个不对 另外这个世界梦号 它带来一个契机 它带来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 不要以为每一台像世界梦号来 都会有这个成绩 因为世界梦是转型的邮轮 你知道吗 它下水还不到一年 它是1万5千吨的邮轮 而且也可以载到3千到5千人 所以它里面的设备是相当好 你知道新的大家会尝鲜 所以大家会去做 所以未来高雄要养客 是不是能养到像世界梦号 这种邮轮公司 它长期愿意来这里挂靠 长期愿意来当母港 我们有好多事情都要积极一下 现在来做努力才够 好 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先请大家休息一下 思考一下 我们有哪些事情要做 稍后回来继续带您关心 想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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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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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群不像命运低头的羽球斗士 勇敢誇艳自我 突破极限 享受在运动舞台上的展翅飞翔 看见在地人的心 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 走在进步的城市里 我们迈开脚步 努力守护属于自己的根 在绝望中看见希望 在挫折里找到前进的方向 深入每一寸土地 看见与你我息息相关的公共议题 每周五晚间九点 尽情锁定打狗周记 要将一堆平凡的茶坑 撒出一颗红子 就必须要用心看 少许多 每一个动作都不能电打 才能做出有灵魂的作品 这就是我们用心的态度 看见在地人的心 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 高雄的经济 我们一起来打拼 树民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关心 城市的建设 我们一起来监督 每周二晚间九点 在第四频道的高雄现场 等你来扣引 这支芯我们慢慢在做 每一个部分 我们都不能清菜 就像在照顾 阿姨的心一样 能感情地製作每一支芯 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到 我们高雄人的用心 看见在地人的心 千年港都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用心 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回到高雄现场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当中 这一集我们要聚焦在 顶级邮轮进来了 我们要抢食观光的大饼 要怎么做呢 刚刚有议员提出来 其实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其实我们要来看的是 发展邮轮观光 其中气候的因素是非常占主要的一个原因的 所以台湾在这个气候因素是占上风的话 我们其实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发展潜力 所以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的话 我们要从哪里开始看 是不是先请教我们的海洋局主迷 好 谢谢 没错 气候因素是一个非常 非常决定性的一个因素 那高雄其实它就一个很好的一个气候因素 气候条件 我们的年均率大概都是25.1度 那我们年降雨大概一年也只有90天 那这样子的一个天然气候因素 对于整个高雄发展游轮其实是有帮助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高雄在整个四大三港里面 其实我们受东北气候的影响 其实它最小的 因为我们知道搭船的一个活动以及旅游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海况不好 因为很多人是很多民众是会晕船的 那虽然我们的船很大 它还不大致于说会有这种影响 不过还是在良好的一个海况条件它会比较好 那刚刚我们议员这边有给我们一些指教 我们非常感谢就是说 其实在菲律宾的一个旅客 我们在前年我们知道说 力行游轮大概有操作了一个山姆港的一个游程 就是从香港马尼拉高雄这样子的一个巡回 他们做了大概两个月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山姆港的操作 那其中从菲律宾过来的旅客它是最多的 那从高雄到香港 香港到菲律宾的这一块它相对的就比较少 那因为我们海洋局在我们目前里运大楼还没盖好之前 在我们港务公司这边感谢港务公司提供了一个区域 让我们去做一些国际游轮旅客服务的工作 那我们针对上次山姆港的一个操作 也对我们这一些菲律宾来的朋友来了解说 对高雄这边的反应觉得怎么样 那其实普遍来说 菲律宾的朋友都觉得高雄这个地方是蛮不错的 它是非常的friendly 而且它有很多的一个设施 都是蛮符合他们的 但是相对的我们又问了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你只有一次搭游轮到台湾来 你会选择高雄还是台北 几乎有绝大多数的比例都是选择要去台北 那当然就是从基隆 所以后来在利青游轮在去年 也没有操作山姆港的一个航程了 那我想 我们想要说明的就是说 其实整个游客 全球来的一个游轮游客 我们在短期间可能没有办法去看到船数 或者是旅客数它很大幅的一个成长 可是我们在软体以及硬体的部分 我们要与时俱进 因为目前我们也知道 港公司的旅运大楼在明年的元月 它就准备要落成启用 那我们在相关的软体的部分 我们准备好了没 我想这个部分在高雄市政府以及在港公司这边 其实都非常努力的在做一些配合 所以我们现在在九字二库 虽然它的一个的场域并不是太好 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它有可以换兑换币 它有ATM 它有我们的一个旅客咨询服务 它的通关设备其实它都有 它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对于这一个超过2000人以上的大型邮轮 做非常快的一个通关服务 我想在这个区域 其实我们是慢慢的在做一些经验的累积 包括CIQS的配合单位 大家在整个接待的过程当中 也得到很好的一个经验 那另外我想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 根据国际邮轮协会的一个统计调查指出 邮轮旅客它的一个 我们接待一个邮轮旅客 大概有大概1300块美元的一个收入 那对于这一个一般的旅客的一个性质 像我们搭飞机的话 大概只有大概700多块 那这样子 对 就是我们的邮轮旅客 其实接待一位邮轮旅客 他大概就是有两倍的一般旅客的一个收入 那另外一个数字就是说 在one call的部分 我们旅客下来6到8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大概我们去统计一个人的一个 一天消费额大概是100块美金 也就是大概3000块的台币 那以我们世界梦好 如果他可以带来3000多位旅客 包括他有一千大概六七百位的一个船员 将近全船四五千位的一个旅客 到高雄来的话 我们可以在一天就创造出千万以上的产值 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高雄市 全心全力来推动的一个产业 所以在这边我想我再补充一点 我等一下再请主命补充 我们先听一下我们的这个林经理 那这边我跟各位分享一个经验 其实我过去几年是在基隆负责邮轮业务 那基隆的一路走来 其实是经过12年左右的努力 他才慢慢有进天 大约在民国101年开始才开始有不定期母港 也就是说在国际间多样化开始会出现 所以其实高雄这个现在的部分 我就觉得他是就像刚竹蜜所提到了 软硬体的部分有一些基础建设 我们先把它做好 软体的部分当然是所谓的光光的配套 所以可以来做一些分享 我可能这边先来分享一下 国际旅客的一个性质这样子 所以可能要快点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好没问题 那国际旅客假设我们分享说 他的观光旅游需求就是说 他大概会分成一个行次来 会有一半是属于团客 一半是属于散客 精准一点讲 散客里面其实会分成一种是客制化行程 他会去找船方 或者是在在地找一个旅行社帮他做规划 然后一部分是属于自行规划的 当这个邮轮越高级的话 他的客制化行程就会越多 所以假设像我们今年会有11月份 有一艘叫做世界号的卧 上面都是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的 这个里面的客制化程度就非常高 OK 然后我们再讲 世界号会来高雄 会 overnight one night 就是一个晚上 从哪里来 他都是从欧美客 欧美客过来 那这边我们会谈到旅游的部分 国际间我们用的字都叫attraction 也就是说吸引力 那我们大概会有几个进程 第一个部分是 假设我们想像我们自己去国外玩 为什么会去到那个地方 一定有听过他 有他的知名度 有他的吸引力 才会去到那边 第二步我们会考虑他的capacity 他的接待能量 例如举例 2000位旅客同时塞到高雄市 可以到哪些景点玩 交通配套 资讯 导游 有没有完备 最后一个 最近其实国际间会有一些趋势 叫做个性化 个人化 会看两件事 各个旅客的特性是什么 欧美旅客 日本客 东南亚旅客 陆客 每个需要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还有一个趋势是叫做 深度的在地体验 他不想走马看花儿 举例来讲去美容 会有一些体验 所以有点像我们的观光工厂 可能再深入一点 再生活化一点 这都是所谓 所以我们赶快让大家 动动脑 如果照经理这样讲的话 我们高雄有什么地方 可以一下子容纳2000人 然后又可以满足这些 顶级消费游客的需求 我感觉要不进步到这里 我们先对主秘刚才提醒大家 他在说说 回到旁边的民众 他们做一个民调 这些人十之八九 还想要去台北 他们没有对高雄来 大家有注意对吗 为什么他们要去台北 没有来高雄 我如果对海洋局这边了解 观光局就常办这种业务就是 一定要去邀请在地的旅行社 来做采线 而我们邮轮准备了这么久 我们海洋局到目前为止 有办采线的经验 今年第一次去年 今年一次去年 去年也一次 大概两次而已 所以我感觉 我们现在刚才 我们现在要行销我们高雄 确实不是坐邮轮路纯 会稍稍的整台 拿一本保护好它 我们应该主动出击 我相信经历很清楚 人家从101年基隆是怎么培养的 人家在北部 人家看到台北北部的观光能量 看电视都不用去行销 都很多 我们高雄不一定有这么多资源 所以我们高雄自己要出发 我们要走出去 起到有可能 发展的包括是 香港也好 马里拉 厦门 福州 这些对我们有利的港口城市 我们要去想办法 给它最完整 属于当地的这个简介 而且针对我们高雄深入的也好 这个艺文的也好 或者是甚至建筑的参访 甚至我们一个八个小时内的 山海河港还是美食消费 做属于当地的这个文字简介 简单说 让人一看就苗爱高雄 我去台北要做什么 可不可以直接下载的 我要来高雄 这样子的话 我认为 它来的时候 它搞不好都没有印象 那可能在那 在马里拉的时候 就已经在纯定 或是在纯定 就看资料 都给我们洗脑洗料 像我在釜山的经验 因为我坐邮轮 我是从釜山坐跟朋友去 釜山它是一下船 它有免费的bus 然后你甚至一下船 它不是用手册 你在船上的时候 它就跟你讲说 你可以去哪里玩 是谁讲 是谁讲 它当地就是 就能去介绍 所以我们要跨出去行销 不是躲在高雄 因为我慢慢就跟你讲说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说 为什么没有去培养这些酝量 就是这些来客树 就是以前的城市行销做不出来嘛 对不对 那这次的邮轮 我们经理也讲了 我们瞄准 比如说欧美客是从香港来 所以为什么市长 这次就是我们就去香港 我们去澳门 我们去深圳 我们去珠海 我们去整个大湾区 是因为那边真的 已经是未来一个很大的市场 所以要怎么把它带来高雄 就是我们城市行销做得怎么样 所以像最近台北很火红的 碧比登 他就在台北 碧比登没有来高雄 所以目前LVMH 他最高档的酒吧 他也要在台北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台北这个城市 它本身城市行销 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国际的公司 愿意来台北投资 国际的邮轮 还有当地的旅客 当然想到台湾就直接联想到台北 那我们以前 你说基隆爬了12年 刚才我们经理讲 可是我看我们高雄也爬了8年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8年 可能是零 就是比较在基础方面 我们要把它挤起直追 这时候你就要去做城市行销这一块 所以你要做整体的高雄这个印象 所以年底11月 顶级的要进来了 赶快议员你想想看 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这些 客制化的游城 赶快把它推出来 我觉得养克也很重要 我们做客制化 我相信 观光局这个绝对很有经验 要怎么让我们在地的旅行社 套装 买真正尊 进行的 让人住在自己的本地国 把套装都选好 他可能希望什么 要去参加农村的也好 要去我们六个月 所以当业的有大家行努力 这个是套装 那我认为养克也很重要 那养克我不妨 我认为 我认为旅印大楼都要盖好了 你也知道我们公务人员 都有这个国旅卡 国旅卡 目前我们并没有补助可以坐邮轮 我希望 我希望 要让南台湾的邮轮发展 我们不妨跟中央协调一下 能不能让台湾的十万公务人员 在四年内 在八年内 欢迎你来高雄 持有你的国旅卡 来搭邮轮的浪漫旅游之旅 培养我们在 你要知道 公务人员 这样我觉得台湾 你鱼帮水谁帮鱼 我们要邮轮航班来台湾摄母港 不管是高雄 还是在基隆 我们都需要我们在地的旅客 喜欢搭邮轮这种经验 所以我们这个养克要做 不是只有一直划面状 我觉得公务人员先去忙去做 十万很快 高雄也有两万 那这一部分我认为这个养克要去培养 还有我们要协助航商 绝对不是土地航商 因为这关系在高雄 未来能不能发展游轮母港 我们要协助航商或旅行社 来宣传有从高雄出发的这些航班 有什么多彩多姿的行程 坐游轮可以漫游 晚上还可以喝酒吧 又可以看银河上的星星 这些我们想尽办法行销 人家才会来高雄舍母港 相对的我们是不是才可以 才把高雄的这个游轮产业 带动起来 不过因为我们这样发修 鸡人是这样一直好到要翻阶 现在已经400艘 人家又一直落下来 落到现在纯26艘 但是大家也不要气馁 我今天问了这个海洋局长说 明年旅运到了完工 你希望用什么样的目标 要帮高雄创造游轮产业的佳基 他信仿正在告诉我 100艘 你有问他万一答不到 没有 我没有问 没有 我告诉你 只要50艘 我就打破了 因为100艘真的很难 我相信这个坐在这边 竹蜜 有虾油吧 但是我不要把竹蜜插到 50艘我就打破了 所以你们年底的KPI 就有一个游轮100艘 我先回应一下 其实今天议员所提到的没有错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一根超市有 那是航次处游 仰客很重要 那船要买很重要 那我们能不能从小船的部分先来做 所以今天我们也做了一些回应 如果说以国内的一些港口 高雄 基隆 花莲 金门 马祖 甚至远至东沙 如果我们有一个小型的游轮 先让民众可以先去了解 我们的游轮旅游 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他可以去走的时候 其实他要去达到这个数字 我想是有机会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大家有谈到的 我们有没有去做彩协 其实是有的 我们在106年 107年 108年 我们都分别也跟公主游轮这边 还有跟我们香港的永安旅行社这边 请他们到我们这边来实地去了解 高雄市目前的一些观光产列 还有我们要深度旅游 要怎么去进行 这个都有是在做 那另外就是说交通部观光局 每一年在大概4月份 我想尔林经理也刚从曼阿密回来 就是全球的一个游轮展 这个是全球的一个游轮航商 定期的一个大会 所有的旅行社 所有的航商 几乎都是在这一个地方 去决定他们下一年 或者是下夏年的一个航程 在这个地方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林经理他也有去参加 也帮高雄市这边 把很多的一个资讯给带出去 另外我想要再说明的就是说 邮轮补给的部分 目前高雄市海洋局 非常注重的一点 因为我们提供一个数字 以公主邮轮来讲 2018年他在台湾的一个采购金额 就超过6.2亿 以2019年都会比这个金额还高 这只是一家航商 还有我们的利新邮轮 还有我们哥斯达邮轮 目前在台湾经营的 这几个大的邮轮公司 我们很有机会去把邮轮的一个补给部分 把它打进去 因此我们在106年 我们邀请和美邮轮的采购部的副总裁 到我们高雄来 实地的去了解我们高雄可以供的农与货 是哪一些的一个种类 制作了一份四五百页的paper 提供到公主邮轮这边来 也获得他们的一个同意 四五百页 所以我们成功的引介了高雄的 入住区的一个农业的合作社进去 那目前我们在进行水产业的一个部分 希望更多的高雄市的农与产品 包括日用品 可以达到我们的一个邮轮市场去 这个是我们目前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是 田经理 我这边也是报告一下 其实在产业这部分 一直在跟海洋局有比较深度的合作 那回到刚议员 还有刚主任也有提到说 养克这一段 我分享三点的部分的经验 第一个我们也在分析说 台北基隆它的客群组成到底是怎么样 后来发现到基隆搭游轮有30% 是南部人加以以南 所以其实高雄是有机会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这次去麦阿密游轮论坛 会发现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我们会发现加勒比海 那边很多的小岛很多的港口 他们采取的是联合行销 出去的是港公司 再加上观光单位 再加业者 一起把好的东西 用不同语言一次做行销宣传 效果非常的好 非常明确 那另外一个是 其实我知道议员这边也有在推 有点像是南向也许我们要再跟 那个香港也许是厦门 也许是甚至菲律宾做一些合作 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本公司也有在跟之前 往北有在跟日本 釜山做MOU 希望去促成的就是多亩港的航线 南部这部分 我觉得也有机会的是 南部的多亩港航线 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地方 高雄刚竹民也有提到 我们是属于区域经济 合作关系不是竞争关系 所以这部分 包括我们在C-Trade的时候 也有在跟菲律宾的旅游局去谈说 也许后面我们大家去促成 菲律宾客 香港客 台湾客 互相来去做一个航线里面的多亩港 一个Interpol的一个做法 那彼此其实谈得非常的密切 后续再看有没有机会来做实质的一个合作 那以上先行 好 谢谢敬礼 所以两位议员这样听起来呢 我们要跟人家是合作不是谈竞争 然后再从养客的部分 然后再从旅程的规划 然后软硬体建设的部分 爬了八年 那我们要如何 现在我们高雄是被世界看到了 对 那怎么样把人带进来 好像我们诉求的这个目标市场的部分 是航商还是游客的部分 要如何 我们要说接地气 但是走海洋的话 建盟 高雄有绝对大的优势 我认为这个优势就 高雄没有东北季风 给人购物 所以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很平稳的靠港 而且我们一落地 在市区内就有三海河港 然后还有我刚刚讲的 不管是美食食尚 还有这个购物 各方面我们的条件都齐备 那反而现在比较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自己赞美 高雄顺水 现在依我们的客员 跟我们往北 因为我为什么要跑去基隆达 因为他去基隆达比较小 你知道吗 去那买差不多要薪6千块 你知道吗 所以有很多的原因 他在那坐火车 有我们家去里面那坐 还比他在高雄坐得比较省 所以我们对东北亚确实有一定的劣势 但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优势 确实依高雄的总控 我们要纯粹用母港行事 不通 我们用这个Fly Cruise 就是飞机加这个游轮 另外Interport就是这样 香港载下去 放的后来把高雄载下去 这样子一艘游轮不用耗在高雄这么久 一天大概一个礼拜 就要去聚集一次 大概一千三百人的这个极客树 国庸没有那么多客源 那我们缓步用Interport 还是这个Fly Cruise 把国庸这个游轮旅客树培养起来 我相信未来三年后 三年后我相信我们可以看到 搞不好有机会 激起之类 100艘 100艘 虽然很难 但是我们一定要做 45艘的都起好了 我们还没拼好 又不是阿渡 高雄有高雄有高雄有去骗 好 余轩 我自己是觉得啦 就是其实游轮它就是未来一个大有可为的市场嘛 那就需要大家跨局处的多多帮嘛 海洋局观光局 那我们议员这边也非常专业 他说他咨询了三年嘛 对 就一直在针对这问题 可见我们航军真的要多多加油 那港务公司的经理也非常的认真 然后再加上他刚才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其实我们要联合行销 我们用公司协力的角度去思考 我们港务公司包括旅行的业者 我们一起把高雄推上国际的市场 因为游轮真的就是上国际擂台 打国际战 没错 我们的确 现在我们已经讲嘛 港市合作 所以我们一定要抢这个大饼 已经知道问题所在的话 要一一的去面对解决 我们在国际竞争力上才能够被看见 才能够跟人家一起竞争 那这集节目当中 我们来宾也提供非常宝贵的意见 那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周统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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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gest本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